胡人近期放缓了影员的步伐,詹姆斯现身微星秀打气,也证明他对现阶段的阵容基本满意。 据著名NBA记者布莱恩威的霍斯特透露,胡人已经放弃了通过交易得到伦纳德的方案,安东尼基本确定加盟火箭,胡人很难引进第二名巨头。 虽然胡人只是单核球队,但和火箭的双核比起来却更为外界看好。 近日,博彩公司更新了NBA格队下赛季的独挂赔率,西部方的勇士毫无悬念的占据榜首。 胡人一赔4.1,力压火箭的一赔5.5排名刺席,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。 毕竟火箭本在即差点淘汰了勇士,而且火箭拥有两名核心,胡人能够逆袭也是有原因的。 表面上看只有詹姆斯一张大王,但实际上正中还暗藏四个三,首先是三只潜力固,如今已经没有人敢轻视年轻人的力量。 76人,凯尔特人,只是都依靠新秀举起,季后赛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 胡人拥有道尔,英格拉姆,库斯玛三名后起之秀。 经过NBA历练的他们正在逐渐成熟,有詹姆斯的引领,他们将会贡献更大的能量,而火箭的阵容相对有些老化。 卡佩拉血流仍是位置,其此是三名船球手,火箭有灯泡两个出球点。 胡人却有三位助攻高手,鲍尔、龙多、年姆斯都是三刷长客,不仅能贡献很多调传,还能在防守端给予帮助。 和灯泡真为首发不同,胡人这三名船球手可以开开使用,随时保证场上有两个以上的出球点,有这些出色的组织的存在。 胡人的其他队员,将会得到轻松出手的机会。 第三是三名主教练,小沃段是胡人队的主教练,而球员中还有另外两位有名的场上教练,詹姆斯和龙多。 詹姆斯属于自带体系,能够识破对手的防守路动,利用自己的牵制力为对肉提供机会,龙多则是头脑型教练,他往往能够出级制胜。 听胡主帅金特里,便表示,龙多是他建国的最聪明的球员之一,第四个三是三名冠军球员。 虽然胡人已经远离一季后再多时,但詹姆斯到来后这已经不成问题。 不仅如此,胡人心愿中有三人拿到过总冠军,分别是詹姆斯、麦迪、龙多,又这些老将在,胡人将拥有宝贵的总决赛经验,而火箭唯一的过总冠军的阿里扎已经离开。 如此看来,一个大王四个三名,嫌比一对二更有优势。 字幕志愿者 垫冠军 字幕志愿者 李宁後就学习吧 Nope 感谢观看